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秘书统治务必不要让主席统治亲自看 意思是最中心事项就是希望众组两党坐下谈判 只许谈好不许谈坏 应该各自做自我批评 这样的就是能够恢复两党的团结吧 绝对不允许分裂 我觉得分裂对中国是太没有好处了 这问题下回去以后呢 没有任何回应 没有任何回应 但我就盼得了 后来当然还很戏剧性 没有任何回应呢 我就很着急 后来就公开发表了什么 6月14号的一个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建议 就是臭名昭著的25条 记不记得 有没有印象 没有了 25条 就是他就是这个 充满了火药味 充满了好不妥协的那种 就是坚持所谓真理的那种态度 而且呢 是非常伤人的话 就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那我就很 很着急 有点 因为这个人 要流便的话 就我不知道这个 自己几斤几两知道吧 血气方高嘛 年纪轻的 我就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就是你这样一封信给苏联 那是已经为这个即将到来的中处会谈呢 敲起了上桌 这是不可能了 就你把它等于就除了超祖族骂娘以外 你都骂够了 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的帽子都扣完了 然后呢 你再说同志们可以赞成 可以不赞成 那根本就是不那回事 苏联也不能够接受你的这种 这种挑衅性的情况 而这封信呢 也间接的等于是对我的回答 对我的 一封那个 老百姓的一封 挂号信的回答 所以我就很生气 生气正好那时呢 我的爱人有这样分娩 我的爱人呢 在这个拦走 我生小孩子 我就会 因为这个文人嘛 就好像这五文弄笔的 我就开始呢 也没有任何目的啊 我就写 写就是对他的 他二十五条嘛 其中一条就进行批判 我怎么看这个文章 对对对对 我的观点就 想他还没有生 就是超过了这个预产期 还没有生下来 这样我就慢慢写 本来没有计划 我说写写写 把二十五条都写完了 就逐条批驳他 知道吧 逐条批判了 就批判了 批完了以后呢 我还是我的爱人 抄的 因为抄的转眼 写的字 家序家贫吧 这段写的很有力 很雄变啊 写完了以后呢 我就 这个时候还没有生 还没有就产生个想法 这里面有讲一讲什么呢 我这个夫人太太啊 她是苏联的国籍 但她是中国人 换句话是混血儿嘛 她的妈妈是苏联人 她的这个爸爸是中国的 山东人 死得早 那个时候有一个 所以我真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花了很长时间 挺好的 她的父亲啊 是在这个伊犁知道吧 伊犁 就伊宁 伊犁 后来改名叫伊宁 就是中苏边界上一个 我们小时候叫伊犁 我记得 对 城市 伊犁和爱 伊犁和爱 就在歌声那个 他在那开一个有钱嘛 富商 他是盖那个 各种帽子厂 帽子厂呢 是前店后厂 就后面是生产 然后过来就卖 比较有钱的 后来发生了一次呢 你 这个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叫三层起义 三层起义 就是伊犁那边 就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民主矛盾 大概就是那个 这个维吾尔人啊 哈萨克人啊 起来就 就见汉人就杀 占领了这个 就 就 取取了政权 然后见汉人就杀 他的丈夫 对吧 他这个 对 就是这个 我的岳父吧 这么说是吧 没见过门的 他是三中人嘛 他就觉得不好 他就带着一些戏人 就逃走了 逃走就不是下落了 后来呢 就有人 发现在那个 就是 旧货市场上 这地摊上 发现 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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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 他带着一个 一个 维吾像 戒指 那就 大致 觉得这个 人就不在了 已经被弄死了 摩擦还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岳母呢 就 匆忙的 带着 他的 父亲母亲 他的父亲母亲 和三个 六岁 四岁 两岁的儿童 孩子 就 匆忙就 欺家而逃 什么也不要了 要命 就 哈逃 逃到乌鲁岐 然后逃到兰州 到兰州就定居下来 走不动了 就住在了兰州 就这么个巧合呢 我就认识了这家人家 娶了他的这个 就是大女儿 大女儿 那么他们呢 死有苏联护照 就是一离啊 他们失落了 他们原来是有苏联火急的 可是呢 后来就丢失了 他们就假装自己是一只中国人 他们就后来中俗关系不好了呢 而且这个三言自然在 他们就想回国 回国呢 一再升级呢 他们就被拖拖拖 因为中俗关系不好嘛 就无理刁难你 就老不让你出国 就是在这拖拖拖 后来呢 后来呢 一直拖呢 他的这个妈妈 就是我的岳母 就很着急 就想什么 他以为 我出示了苏联护照呢 因为我是苏联人 你就能够更快的批准我出国了 允许我出国了 没有想到呢 这个中国政府呢 就说 不对 我们原来是按照 你是中国公民来 处理你这个申请的 现在你变了 情况 一百八十多大早 你们是苏联侨民对不对 那我们按侨民来说 那么就 这个就开始 就没有像他们想 后来 而且后来把他的护照给没收了 认为他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但这个时候 他的三个儿女都大了呀 都大了 各自有个人护照 原来是都挂靠在他的妈妈的这个护照上 现在他都有自己的护照了嘛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们就 我就很希望能够和我的太太呢 一起呢 就能够尽快地离开中国 我预感到 我这个人在中国的时候会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也像我预见的 如果说老实话 那我那个罪行 所谓的罪行 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被群众专政或者军事这个军管呢 那些十个都枪毙掉了 我妈公大脑能去花钱呢 后来沈轩说了 你骂我们比铁拖骂我们还恶毒 我这什么话 就是 那当然就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的时候 怎么理解这个话 对不对 好了就这样呢 我就想 我就 我们不是想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是上海人嘛 老家老家在上海 本来想让我的妻子呢 到中国 到这个上海去 零产去 分娩去 去到那边 条件比较好 我家里还有一些亲属 虽然我没有父亲母亲就找死了 但总有一些亲属嘛 他们可以照顾他 就能够照顾得好一点 上海条件比较好 后来呢 又考虑到呢 这些 哎 照这是个机会 我就 他一分娩 一要分娩 我就走 我就走 到那个 那个大使馆去 想跟他们谈一下 促使他们 希望他们给这个 中共啊 通过外交途径吧 使得这家人家呢 能够更早的 更快的 离开中国 批准他们 到回苏联 在这个道理 这我的目的就去 去了以后呢 很辛苦 没有想到 中苏关系 那么坏的情况下 像特别天真 我怎么能够 苏联使馆 能让你进去吗 所以在门口 就给我接住了 不是那么很顺畅的 让你 因为我是拿着 我的妻子的苏联 回到去的嘛 就给她看 看着你不行 意思你不让你进去 让我进去的 就把我带到 附近的一个派出所 就在那做了 做了一天 也没给我吃饭 吃饭以后呢 就把我 到了傍晚了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也不可能 既不可能逃跑 也不可能怎么办呢 也不可能 就在烈日下 晒了一天 然后就回到那儿去以后呢 就把我带到了一个 我不知道的地方 后来我就知道 那就是 第一谋犯监狱 得生门外 得生门外大街 那个一号 那就过去的 就专门关押那个 重要的政治犯 关押战犯的地方 然后就给我搜身 搜身也看见了 我写的这个材料 知道吗 对我写的这个 评 25条 评他们的25条嘛 然后就 拘留 拘留完那个宣布 我就反革命 啪一下跳起来了 我说 这是什么话 你才反革命呢 我怎么反革命 现在中共党员就都站在中共立场 苏共党必须站在苏共立场 有的时候 你说的 同志们可以赞成 也可以不赞成 那我不赞成 怎么的呢 那就变了 所以这里面就过去 后来还有个笑 然后我就开始 他就让我写 写什么呢 他想知道 知道 你看这个人 根红苗正 我们共产党一手 把他拉扯大 他也是非常 这个丁档的话的人 功课也学得那么好 这五年的这个 浸泡在这个 苏绣的这个 这个大染纲 你怎么会都变这样的 我倒要看看 他中了多少毒 知道 想让我放毒 想彻底知道我 做一个反面典型 看你到底怎么 坏到什么程度 中毒到什么程度 而我呢 也是正宗下怀 你想 我写这个 刮花信给你 你就是想跟你谈谈 对吧 那么你看 我进来了 我无话不可对党 谈 我怎么不能不敢谈呢 我就开始写 他说 你节有点写 这个纸叫黑格纸 带黑行的 一分多钱一张 你节省点 我呢 就没写完一部分 这个送出去 又要纸 他就给我拿进来 所以不限量 大概一共只写了 三千多张纸 就有关这一点 就是都有标题的 哪个都有标题的 这个标题就不细数了 比如说论战 关于战争问题 而且呢 他不是发表的 那个时候 发表九评 你知道吧 就中共发表了九评 第一评 就评苏联共产党 他6月14号发表的 就是这个 关于国际共产党 运动 总楼线的25点建议 苏联共产党呢 就在7月14号 写了一个告 全体苏共党员和人民公开信 苏 然后呢 我们又全文把它登出来了 而且你们 他说 你们这件事做得很好 意思 把我们的观点 让苏联的人民知道了 这很好 让他们就辨别是非去 表示 中共对自己的观点很有信心 这个意思 那么就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以后 紧跟着呢 到9月3号 就开始了评苏联共产党的 这个 这个 中共 苏共作案的公开信 一评 两评 三评 一直到九评 然后就 评完了以后 苏联下 赫鲁晓夫下台了 所以第十篇是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就是所谓的返修文集 可我在监狱里怎么办呢 所以这很 有点现在带引号的很光荣 知道吧 他不写的 中共共产党第一个写的九评吗 我是第一个写的 反驳他的九评 比如他写一个七评 七评 苏共作案的公开信 我写了 平七评 有的名字不一样 比如说 他说南斯拉夫是共产党一国家 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就写了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等等 反之等等 都有标题的 而且批判 所以最后呢 就到1964年2月29号 我递出去的那个 就是刘宾燕在他的报告文学里面 作为开头提出来的那个 就引用了我里面 摘露了我里面的很多话 比如说 我认为 中国共产党 一切的不幸的根子 就在于对您老人家 对毛泽民老人家的 什么很奇怪的发现 为什么雷锋 每当雷锋做好事 左右摄影机在跟着 等等等等 还有这些 我说不是啊 我认为雷锋 确实做很多好事 很好 我也应该现在学习 但是 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你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 毛主席怎么说 我就怎样做 对不对 那毛主席 昨天讲的话 你要执行 今天讲的话 他话还没说出来的话 你准备执行了 那不是实际上的 毛主是什么呀 你不是号召大家 动脑筋想一想 脑筋这事干什么呢 需要开动脑筋 开动机器 哎呀 我说 如果全中国人民 都变成哪一风 会什么风 社会风气会很好 但是呢 你老人家 一犯党中央 你代表的党中央 一犯错误 不犯则已 一犯就是 没有人来帮助你 来就证你 那就会 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后面 等等 就不都很讲理吗 我没有 而且 你说 你说 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学什么呢 人民日报社论说 我们要学习雷锋 那样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毛主席思想的精神 那加在一起 这两句 你们大家 要学习雷锋同志 学习我的精神 当然 这个号就不展开了 这个给我平反了嘛 要给我平反了 我的平反也很一波三则的 是最高人民法院下令 给 因为我是大喊药啊 你知道 他们认为很重大的案子 虽然是个故案 没有什么牵责别人的 他是指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前来复查你的案件 请你耐心等待 这句话 这里面有很多戏剧性情节 不能展开了 再展开 一宿被睡觉了 好了 那么 后来两个 两个 两个法官 这个法官就是来 预审员呢 审讯员呢 就是 复查我的案件是谁呢 是叫马玉珍 马玉珍是女的 他是张志兴的同学 人大的毕业生 早年的毕业生 还有一个书记员 现在也当了法官了 现在不是退名退休 叫薛晓利 他来了路上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呢 一路坐飞机来了 一路坐飞机来了 一路就在想 这个人不知道 还活没活着 就是我 这个还活没活着 为什么呢 我们接到这个指示以后 我们现在看你 调你的卷宗 对不对 你卷宗那么长 同志 他说 又加上了新年 就是春节 这个中间就是 我们要看 而不是一般的阅读 我得逐字逐记分析 你到底是什么一个观点 为什么你这么反党 是吧 我的罪名是反党叛国反革命 那么这个帽子非常重的 对不对 就像要给刘少奇平凡 你说多大的阻力 因为你得 他三次叛变 对吧 那么这个三次叛变 都得一一波吃到 哪怕有一次是真的 刘少奇也不能平凡 是不是这道理呢 就是理论上是这么有关系 好了 这一看完了以后 他们觉得呢 这个人是一派爱国之心 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任何个人的企图 这样就是我都比较顺理成章的就给平反了 我呢叫建党 建呢 直建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嘛 劝告 就建党 建党就是 而且我这也很滑稠 我特意选择这个日子知道吧 1964年2月29号 任年任月嘛 任日 任年 2月29号那一天 四年才有一次 重复这一次 技术系列 所以呢 那个 审讯员是这么回答 我换了好几个审讯员 就是 根据你的再三请求 我们把你的材料全部转交给党中央 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 那行了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你认为有必要没必要不重要 所以你就能交到党中央我就同意了 后来呢 他们去查了 这个这一篇文章没有 但是呢 记录在案 就是有这篇名字 叫建党 成仁是建党 到底这建党最后到哪里去了 我估计他也不能交给党中央 不能交给毛泽东 他也交到党办去了嘛 党办去了 但是他说 就是这个两个审讯员说 就来复杉特 你不要 你是很重视这篇文章 我知道 也很全面 但是你这些观点 在其他的材料都有 我在里面 扯过的话来会说 知道吧 我不知道哪篇文章能够 被毛泽东看到 我一会儿再有讲几句 还剩那几句话 知道吧 就是颠过来再过去 在不同的场合下 不同的场合下 又讲了这些话 所以你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而且毫不掩饰 因为我也没有烦恼的动机 就是我觉得 为你好 一句话就是为你好 我不是跟你两个敌对的 用一种儿子对父亲的一种感情 来批判你 批评你 劝告你 我后来就一直举这样的例子 当然这例子 今天来是不恰当的 你必须把它放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来考虑我的思想和行动 对吧 就好比一个爸爸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小儿子 这两个 他呢 这个爸爸呢 脾气很暴躁 他偷自行车 这个大儿子呢 说爸 你不能做这个事 做这个事你看 一个不道德 违反法律 另外你这个 万一抓起来 我们就嫁破人亡了 是吧 爸爸呢 非常愤怒 你不但不帮我 你还是啪啪两个嘴巴 这个大儿子很坏 小儿子呢 很坚毅 看见吗 哥哥 一劝告爸爸 挨了这个 那去吧 不撞南墙 不回头 倒霉是他 我不管 这儿子好 所以在父亲的辛苦中呢 大儿子是最坏的孩子 小儿子好 真正的谁是真正的 爱党爱国 终于这个 我也没父亲 就把毛泽东认为自己父亲 真是那种感情 所以说他们感到很支撑的一颗心 后来里面很多话 你可以从头看也是很 真的能感到 坎头不要紧 只要处于杀了城市中 难找后宅人 就这种话我都说出来了 赶快回头吧 亲爱的毛主席 我要学你的榜呀 在你背后猛击一掌 大喝一声 你有病呀 把你喝出一身冷汗 然后再回过来治你的疾病 这种话我都说出来 这里当然有分一些具例子 为什么证明你是个人崇拜的 后来他们感觉 这种话也只有城市中说得出来 你想都想不出来知道啊 真的 你要自身 个人生死而不顾吧 那就真是无死才能无畏嘛 就是你不怕什么了 我喝出去了 在监狱里面喝出去了 我顶多就死了嘛 死了也没什么 对不对 我凑一块地 无命小毒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总觉得党和国家的前途啊 这个事情都正容了嘛 如果按毛泽东的路线走下去 不出两年 我应该开始了嘛 就我的预言都被实现了